最近英國有個媒體進行了一項 食物營養數據統計 選擇了世界一百種健康食物 我們今天很開心請到 註冊營養師黃小章 Anson上來和我們講解這個研究 和一起品嘗第一位的營養食物 Hello 是的,這個研究 其實是在一千種食物中 對它的營養價值進行評分 以一百分為滿分 越高分就越有營養價值,越高 我們不如說起頭五位吧 好 第五位,你們有吃嗎? 企鴨子 有 這麼厲害? 我沒有,我要吃過 吃法闊 第四位就是多寶魚 這個有 我沒有,這個 很好吃 是嗎? 有的 沒錯 有滑 第三位就是海鱸魚 鱸魚也喜歡吃 這個比較小 第二位就是釋迦的水果 不知道 你不認識,我認識的 對,真的不認識 最近經常見到街市翻鬼例子 最高第一位是97分的杏仁 今天… 我本身也很喜歡吃 對 我經常吃,一吃就停不了 這個要小心 因為杏仁雖然是有益的堅果 但它的卡路里和脂肪也不少 對,其實我們建議一天有個上限 我們成年人,如果是吃完粒杏仁的話 就是一手把 就是你拿多少就是多少 科學的鋼 其實一個上限大約1盎司 大約30克左右 大約23粒杏仁 因為也挺重的 23,對 在這23粒杏仁裡面 其實卡路里已經有164個卡路里 其實做一個小食 無論是女士或男士 這個卡路里素都非常適中 很適合 另外,剛才說它油脂膏 23粒杏仁1盎司 其實應該有14克的脂肪 當中,其實絕大部份有些好脂肪 不飽和脂肪 對 這個不飽和,你也知道有分單元和多元 有兩隻 它這隻杏仁的不飽和脂肪 其實就是單元不飽和 是比較豐富的 單元不飽和會幫我們降低 壞膽固醇 但是對於… 對 對於我們的好膽固醇 它就沒有影響 對 所以它也會保持心血管健康 對… 很好 不如說說今天這個第一次 做什麼的飲品給我們 我今天做了粟米西芯杏仁牛奶 聽到也覺得營養豐富 但它的做法很簡單 先將適量的西芯切斷 放進冷藥盲磨機 然後再將粟米、牛奶和杏仁 一起放進去 攪拌好之後就可以喝了 我覺得很好吃 對,很清甜 還有其實杏仁的腺繩是否很高的 對,其實也很豐富 說一盎司即23顆的杏仁 已經有3時多接近4克的腺繩 都非常豐富 真的很飽肚 減肥的人也很適合 還有杏仁在這麼多肩果裡面來說 其實相對的卡路利 不是最低的都第二低的 所以其實挺抵制的 又低卡路利又高營養 剛才你說的滋潤皮膚等等 其實很大原因 因為它裡面豐富的維他命E 是一個很強勁的抗藥化物 1盎司23顆的杏仁 其實維他命E已經差不多 我們全日成年人 一半的數目的滿足度 所以很豐富 對,還有它們說 還有潤腸的作用 對,這個就真的 因為它的脂肪含量比較豐富 對,還有好脂肪 的確是可以潤腸幫助排便 還有我們吃的 最好就連著咖啡色的E一起吃 就最好 主要它的抗藥化物 還有營養素 集中在那個E 所以我們整顆這樣吃 就最理想 我就是爬洗E 怪不得它們做了第一位 其實能夠在這麼多種食物裡面 脫泳而出 真的很難 所以我們先做了這類食物 我們就可以以後吃多一點 對,知道這個世界一百大的健康食物 就可以成為一百大美女了